普京將習近平迫上涼山 中共外交部重複同一發言 胡陰語案官方定調輕生 民間輿論沸騰 計劃訪台被中共警告 麥卡錫霸氣回應 俄烏戰爭接近一年之際 中共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 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關注 普京最近的舉動似乎想把習近平迫上涼山 俄羅斯外交部說 應普京總統的邀請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 可能在這月訪問莫斯科 俄羅斯外交部更表示 今次訪問將會成為今年俄中 雙邊關係的核心事件 消息信縮引快關注 不過中共外交部發言人 連續兩天被問到這件事時 都拒絕確認習近平 是否準備出訪俄羅斯 外交部發言人無寧 連續兩天都給了同樣的答覆 說中國與俄羅斯 在各個層面保持密切合作 至於具體訪問 目前我沒有可以分享的訊息 就在一年前 全球譴責俄羅斯入侵行動的背景下 克里姆林宮曾經宣布 習近平說給普京知道 尊重俄羅斯的行動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當時就曾經就此報導說 習近平這樣就被拖上普京的戰車 《紐日時報》等西方媒體形容說 中俄結成新的俗心同盟 習近平訪問俄羅斯的消息 在中共陣營內也引起不同的反響 例如《南華早報》就在1月31日發表文章認為 這樣的訪問將會突顯北京在與西方的地緣戰略競爭中 作出的戰略選擇是站在莫斯科的一邊 並且對西方發出挑釁的信號 該報刊見感對習近平可能訪問俄羅斯一事提出批評 有觀點認為 普京設法將習近平拉上沉船 習近平害怕了 因此遲遲不正式今次出訪 不過德國之聲1號發表署名張俊華的評論文章認為 看起來俄羅斯設法將習近平逼上梁山 但實際上是習近平對普京不離不棄 張俊華指 《華爾街日報》去年年底曾報道 清華大學智庫送了一份關於對俄羅斯情況的評估報告給習近平 指俄羅斯的經濟沒有未來 暗示中國與俄羅斯建立密切關係的回報有限 而習近平對報告的批示是一派胡言 張俊華跟著指出 最近美國同盟有加強在印太的軍事報告 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麥卡錫計劃訪問台灣 這些實際上都妨礙了習近平在第三任期內 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很可能激怒習近平 令他拋棄對西方的幻想 從而決定用中俄結盟的形式 來實現自己的目的 張俊華認為 習近平可能加強對俄羅斯的支持 換取俄羅斯支持他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這樣習近平去莫斯科訪問 就是十拿九韻的事 可以想像 習近平去莫斯科 肯定不會空手去 如果這樣下去 烏克蘭戰爭今年的走向將會變得複雜 此外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 1月31日 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會晤之後 亦在聯合聲明中表示 世界正處於一個歷史轉折點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以及莫斯科與北京加深軍事合作 製造了自從二戰以來 全球最危險的緊張局勢 江西少年胡茵宇失蹤一案 因疑點重重 引發各界高度關注 2月2日上午10時 江西省縣山縣 舉行胡茵宇事件新聞發布會 公布最終的調查結果 說遺體發現的地點是第一現場 在中心現場沒有打鬥 沒有拖動的痕跡 認為胡茵宇是吊頸自殺失望 相關的說法在海外網絡 掀起巨大爭議 在新聞發布會 江西省官方就案件提供了一系列說法 包括所謂的點養辦案 其中江西省公安廳黨委委員 副廳長胡滿松說 由於做得不夠 百多天才發現胡茵宇的下落 另外官方還特別強調 所有器官都齊全 並沒有小道 大陸傳媒在報導 赴上官方提供的新聞稿內容 說屍體檢驗結果 符合自殺特徵 並對他的心理刻劃 顯示胡茵宇在失蹤前 透露出嚴重的心理問題 說他在10月14日下午5時40分 晚上11時08分 分別錄製了兩段內容 表達自殺意願 而且錄音內容 不存在人為合成 和篡改情況 官方公布的這些消息 引起中國網民熱議 說等待的結果很痛心 一直有關注 一直是失望 這種結果是網友早就想到的 真相只有一個 結果會有多個 還有網民無奈說 疫情看清了很多 胡茵宇事件 又體會了很多 胡茵宇 晚上多些去看看害你的人 一定要把害你的人帶走 你遲早會看到害你的人 68層地獄向你贖罪的 有網民就嘲諷說 什麼地毯色搜殺 搜哪裡啊 哪裡搜了啊 百多天笑死人了 胡茵宇未死 能夠避開地毯色搜殺 死了能夠避開警犬 反偵查能力極強 保護傘的威力太大 警戒大家 一定要保護好自己和親人 三個月 證據處理得乾乾淨淨 恭喜官方 以一己之力 勝過好幾億人民群眾的輿論壓力 還有人說 金雞獎最佳編劇獎 奧斯卡最佳導演獎 這套劇一舉狼缺了 各大獎項的所有獎盃 江西公安廳長 很襯這些獎項 是量身訂造的 關注事件的海外網民 也對官方的定論 提出種種質疑 有推特網民發表文章說 內容很豐富 但不出示胡茵宇的筆跡、錄音 而且這些東西也太容易偏造了 這麼長時間 沒有他的同學出來說話 媒體自媒體人 百多天都找不到他的同學 再者 如果是輕生 為什麼可以避開錄影鏡頭 地毯式搜查也找不到 有人說 沒有胡茵宇父母 舅舅的發布會 就是上墳燒報紙 騙鬼 針對官方特別強調 胡茵宇所有器官都齊全 並沒有小鬥 有網民表示 那就是不打字招 發現圍體的時候 都腐爛成鞋骨 他們怎麼知道沒有小鬥呢 反而加重了網民 對胡茵宇器官被移植的猜測 事實上 胡茵宇失蹤之後 網絡就封傳一個說法 指他是欺有血型 器官和中共某高官吻陷 日前 大陸娛樂界評論家 宋祖德也爆料說 他自己在上海一些醫院 明查暗訪了解到 胡茵宇的器官 在10月14日失蹤當晚 就被人以幾億的價格拿走 2月1日 美國之音在《時事大家談》的節目表示 雖然胡茵宇引發器官移植猜測沒有證據 但是前中國維權律師陳建剛說 中國器官移植是一個龐大產業 有當事人出面證實 中國死刑犯還未斷氣 就被擲取器官 而新疆機場設有器官移植 綠色通道也是事實 被稱為器官農場 針對官方的所謂結果 大陸人權律師王全璋向大紀元表示 沒有經過正當程序的任何結論 結果都不會有中毒性 警方不會有政治中立性 在中國有存在明顯的政治偏向 推特網民多倫多方面發文說 回音語案的結果令他陷入不知道怎麼相信 如果相信有器官買賣 那就等於相信中國有龐大的黑幕 政府比想像的恐怖得多 如果相信是自殺 那就等於相信中國基層公務員能力極差 那麼多人搜尋了那麼多天都沒有結果 反而被農民意外發現 但是老實說 兩種結果都是在理智上難以接受的 美國聯邦眾議院新任共和黨眾議長麥卡錫 近日傳出 計劃在春天訪問台灣之後 受到中共警告說 不可以重蹈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的覆設 還要求美國人 不可以違反國際關係基本原則 對此麥卡錫一句說話霸氣回應 綜合海外傳媒報導 麥卡錫一日前往白宮 和美國總統拜登 商討解決國債上限危機的辦法 之後在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 說到她未來的台灣之行 根據上傳到推特的影片片段顯示 記者在詢問她 如何回應中共警告她 不要訪問台灣的時候 麥卡錫就霸氣回應說 我不認為中共能命令我在何時何地 能去哪裡 New Talk新聞報導指 麥卡錫一直以來 和台灣關係友好 她過去曾經多次力挺美台關係 更加支持軍售案 2016年 蔡英文當選總統的時候 麥卡錫也特別祝賀 在2022年8月 時任民主黨籍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後 中共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 升高區域緊張 當時麥卡錫也公開呼籲佩洛西 應該去台灣 並透露若她當選議長 也有意率團訪台 報道指 如果今次訪台真的成行 麥卡錫將會成為1997年以來 第三位訪問台灣的美國國會議長 軍事評論員 奇諾爾向《大紀元》表示 中共現在最擔心麥卡錫訪問台灣 另一宗原則越來越空洞 南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主任 鄭欽武表示 中共要面對的美國眾議院議長 麥卡錫訪問台灣的問題 是比較頭痛的問題 因為現在整個歐洲 都將台灣當作重要夥伴 包括德國、英國等主要國家 鄭欽武指出 今次自黑總統帕維爾勝選之後 和蔡英文總統通話的舉動 象徵意義非常大 帕維爾還發推文 期待未來和蔡總統見面 鄭欽武認為 如果麥卡錫、帕維爾也訪問台灣 將會對中共造成很大壓力 美國神韻環球藝術團 1月31日晚 在西班牙聖塞瓦斯蒂安 進行了首場演出 當地的主流精英 被精彩的節目所震撼 盛讚神韻復興傳統文化 引領人類精神覺醒 是每個人都應該來看的演出 數碼營銷公司老闆 阿雷屠薩阿勞科 在欣賞演出後 向新唐人表示 神韻最打動人的 是他的純正 發出的能量 和信領的色彩 體育記者戴倫·帕迪拉稱讚 神韻精美絕倫 完美展現了共產黨 掌控之前中國的精髓 那時候人民是自由的 這是大家一直希望看到的中國 觀眾都認為 神韻帶來的文化復興 和精神覺醒 意義深遠 帕迪拉表示 相信很多國家 還是受到馬克思獨裁政權的迫害 他們應該以神韻為榜樣 帕迪拉認為 文化是最強大的身份證明 而文革這樣的浩劫 掃蕩了一切 大家非常需要拯救傳統文化 了解我們是誰 我想這是神韻傳遞的信息 阿勞科表示 神韻令人感動 這是一場無與倫比的演出 將人帶入另一個境界 你的精神和心靈 和他溝通 可以令人意識到 能夠再次和神相連 他認為 神韻的神聖內涵非常重要 人類正在經歷一場非常深刻的意識轉變 神韻的藝術表演 是無聲的語言 表達出人類 需要意識到的大覺醒 這就是由人類 到一個昇華的靈性生命 這是無法用語言描述的 神韻令人明白了 現在人類的轉變 正在發生的一切 和即將發生的事 神韻也令人重新感受到人性和神性 認識到自己曾經是高層生命 阿勞科還表示 因為神韻所傳遞的信息 無法靠語言表達 舞台表演 加上色彩和釋放出的能量 才能夠令人產生共鳴 了解並且體驗這個巨大的變化 所以他認為 每個人親自來現場看神韻很重要 帕迪拉也表示 他會將神韻 推薦給任何想了解中國精髓 了解真正中國文化的人 以上就是今天帶給大家的內容 《胡陰語言》令中共的流氓嘴臉 邪惡顯露無遺 2022開年的鐵鏈 2023開年的鞋帶 終會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之處 希望一次次的悲劇 能夠早日喚醒那些 對中共還是看不清的人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